左方路面突然喷出两辆自小客 摔得四轮朝天 一辆分布在马路上 另一辆如打保龄球般 向前撞倒一辆机车 机车又再撞上前方蓝色货车 仔细看事发前 一米阿嬷还坐在机车上 慢慢起身离开 前脚刚下车几秒后就出事 阿嬷幸运逃过一劫 转头见到凡车现场 直呼马祖保佑 27日上午10点多 宜兰东山路 一名自小客驾驶 疑似开车打瞌睡 原本好好开在路上 突然冲撞路边车辆后翻车 事故波及一辆汽车 一辆机车与一辆货车 索性没有造成重大伤害 而苗栗另一位阿嬷 却没有这么幸运 夜晚时分 阿嬷推着摊车 独自走在路上 这时一辆休旅车 朝她正面直冲过来 阿嬷被迎面撞飞重摔 摊车上物品散落一地 驾驶撞到人却没停下 还加速逃逸 阿嬷每天到市场摆摊 卖脚白损 没想到收摊回家途中惨遭意外 而新北也有 连接车在路上 边开边烧的惊险画面 前方连接车 车轮疑似爆胎 发出蹦一声巨响 随即窜出火蛇 车轮着火 不断冒出白烟 仔细一看 轮胎内侧 整个起火燃烧 还冒出橘红色的火光 26日新北巴历区 一辆连接车车轮疑似爆胎 边开边烧还冒出烟雾 后方驾驶人都看傻眼 记者林医生王阳综合报道